杨雄代表在审议时结合报告中提出的建设好管理好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体制机制并开展若干新的试点 就进一步扩大开放向深化改革要动力提出意见和建议 他说上海自贸试验区挂牌至今的实践证明 党中央国务院的这项重大决定和部署完全正确非常及时 是在经济领域落实党的18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现代化的重要试验田 挂牌运行至今我们积极探索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 加强势中势后监管 推进金融开放等一系列制度创新和方案落实 总体进展顺利出现成效 但也充分感受到深化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杨雄说我们将进一步增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发展方略的坚定性 主动性把建设好管理好上海自贸区 作为当前全市最重要的改革任务 特派记者北京报道